运动爱好者来讲 由到我们要选购冲锋衣的季节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选购冲锋衣 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冲锋衣它是一种功能性服装 在户外的时候提供一个 还好的防风防水性和保暖性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就不能只关讲它好看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到这功能 符不符合我们在户外运动的要求 冲锋衣的保暖功能 要通过内层来完成 比如说抓绒的内档 或者说羽绒内档 防水防风功能呢 主要通过这个外层的面料 比如像购尔特斯 当然每一家它都有自己的黑科技 我们这里不详细讲 我们在买的时候 只需要创造上面这两个指标 一个是防水指数 一个是透视指数 简单就是防水性和透气性 怎么衡量它的防水好不好呢 第一个就是看到防泼水 水珠滚在面料上 会形成活跃效应 不留痕迹 这个是防泼水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净水压墙 净水压墙就是这个单位 叫做桃米水压墙 这个数值越高 代表它的防水性能越好 在选择充分一的时候 除了防水性 我们还要注重第二个 就是它的透视性 透视性怎么衡量来的 就是用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表示 24小时每平方的面料 它透出的湿气的重量 同样的道理 这个指数越高 透明它的透视性越好 也就是透气性更好 这样就是可以防止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湿气排不出去 从而导致湿温 当我们在买充分一的时候 是不是